直到看到王楚清不顾镜头,也要捏孙颖莎的脸时,才明白他的爱意,原来早已在人前展露无异了。 就算直到有镜头在拍,王楚清也压根没想管住自己的手,上去就是忧捏耳斗忧捏脸的。 当孙颖莎不让捏后,王楚清可谓是连后卯勺都能看出委屈了,最后他只能摸了摸孙颖莎的头发。 对此不得不说,除了莎莎还真就没愿能震得住大头了,毕竟要是换成别人,估计田田都只有被大头对的分了。 毕竟王楚清这颗跪头,可是莎莎挡储一拍一拍,才把价格给打下来的,而自从打下来后,这颗头的价格也就没再上去过了。 粉丝们都忍不住吐槽道,这头咋才就跪了撒远呢? 在WTT重庆站上时,莎莎在台上说着重庆的美食,大头则在台下小声去去莎莎吃了变胖。 咱就是说,大头这眼里的温柔和宠蜜,可真是一点也藏不住啊。 由此可见,沙头之间最大的楼梢是他们自己,而大头每次也是一定要保证,沙莎在自己出手可及的范围内,因此要想知道沙莎在哪,甚至大头的目光者能找到。 威海热身在男单女单同时进行时,沙莎在这边打着大头在那边看着,近在眼前的男单她是一点都不待看的,只顾着歪头盯着旁边的女队,就算大头自己站在赛场上时,那也是一点也藏不住啊。 每当大头赢了之后,总会第一时间看向沙莎所在的位置,因此这怎能不算是一种关穴呢? 不过也能理解,毕竟大头也才24岁,又能葬得住什么事呢? 有次大头只顾着叫沙莎弹吉他,完全忘了身边还有人在拍他们,上来就用两手握着沙莎的手腕,吓得沙莎当即喊疼着挣脱了,你手二再往里还有豪疼了。 2022年新加坡大蛮贯事,男双决赛后场时的大头,即使知道身后有镜头在,也会坚定地站在屏幕前看沙莎比赛。 国拼队一起拍大喝饮时,大头想都没想的,上来就习惯性地站到沙莎旁边,要不是龙队给他扒拉过去,估计个天沙头就上热宿了。 由此可见,沙头这场人尽皆知的地下恋,王楚清才是客汤的主力军,毕竟郑主都下长安头客了,薯条派是想不客都拿。 不得不说,孙颖杀这次24岁的生日,有些地方还是很微妙的。 当所有人都在迎接沙莎的24岁生日时,疑似王头的神秘人又出面养名分了,因在沙莎罚的伯格中发现,有人为他送上了黑天了蛋糕,虽然没指名道姓,但每个细节都只向了王楚清。 简单来说就是,如果是朋友送的肯定会直接晒合照,如果不在场应该也会配文表示感谢。 而这个蛋糕一看就不简单,至少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送的。 再者这个蛋糕本身就是针对情侣的,因此普通朋友谁会想到送这个? 有人对此表示,就没有可能是邱仪可送的吗? 先不说这个蛋糕就是他签收宴货的,单从蛋糕的央视来看,就不可能是邱仪可送的。 毕竟黑天鹅做的都是情侣款,而且其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,因此长辈送这个不太合适。 再加上小石头说让莎莎给他留点蛋糕,哪怕是乏没了也要吃。 由此感觉他是知道内清的。 天鹅的银纹是酸,是杀我爱你的所写,价格2399也就是爱杀99,而且蛋糕的重量还刚好520颗不多不少。 不过这也斗智能算得上是猜测了,是不是王头都还不一定呢? 毕竟他人远在德国力不从信啊,因此问了就是龙被送的。 不过比起杀头之间的玄血,这又能算得了什么呢? 毕竟这两人的EP都能随时变化,因此前在哈萨克斯坦比赛时,明明是莎莎提前退赛回国的, 但最后显示回北京的却是王楚清,难不成这两人还胡登微波了? 由此可见,他们私下的亲密程度可谓是难以想象啊,难不成两人已经谈了很久了。 如果杀头真的圆满了,不敢想会是多么酣畅淋漓的青春风暴。 毕竟男是以配少女示意,真的就是前所未有的般配啊,影响力翻倍绝对不成问题。 王楚清真不愧是名字里带欠的人,没有一个白眼失败的。 你正好一把拉扯,那两个都哐哐哐的,哐哐的。 那年的雪花飘落,梅花开之后。 如果王楚清以后当地了,想必是要跟孩子一起面壁思过的吧。 当他和小朋友打球时,看了眼球后非得皮一下, 虚晃一枪下的小孩遗迹里,孙颖杀,别逼我在人多的地方删你啊。 王楚清也是真的喜欢逗小孩,当有小孩来问他要签名时, 王楚清边签边问,一边逗着小孩,一边坏笑着签名, 看小孩阴紧张而颤抖的小腿,都有种王楚清以后逗自己儿子的画面了。 还有一次也是来找王楚清签名的,他直接把小孩给逗的耳朵同红, 感觉下一秒都快要哭出来了,玩世王楚清还说没事男孩子多逗逗, 可能王楚清就是这么被从小都到大的吧。 身为东北人的王楚清,签的名都把小孩给吓得小嘴撇出二里地, 孩子家长对此表示孩子当时是尴尬住了, 原来是因为孩子把王楚清认成了林高远。 同样是签名起来看看孙颖沙吧, 拿过笔耳花不说的就直接签起来了, 也难怪小时候比起爸爸,小孩们都更喜欢妈妈呢。 王楚清凭超联赛时和小朋友打球时, 越打越上头想赢却又不敢法理, 最后一局十一球打过去,就把小孩给打出镜头了。 王楚清,都是孩子家的旋转怎么了? 国家对迪奥赫影环节,王楚清欠欠了摸了一下全红蝉的头, 然后装作卧无其事的样子, 搞得全红蝉一连忙。 王楚清天天逗小孩, 想不到自己也有被小孩教育的时候吧, 这可不就是小孩格逗小孩吗? 写的总体不错,但是这些细小的变化你没有注意到。 但是别看王楚清嘻嘻哈哈的, 其实他对小朋友也是既温柔又有耐心的, 明明刚刚嫁训完走路都还很困难, 他还是会主动上前给孩子签名, 王楚清以后也一定是一个好爸爸, 摸摸孩子衣服拉拉小手看看冷不冷, 耐心的听孩子叽叽喳喳说谢幼儿园去世, 当看到小女孩后, 王楚清的视线可谓适宜不了一点, 当时图报其笑笑, 却被小家伙给全力挣脱了, 看样子小姑娘脸红害羞了, 毕竟这一个大帅哥要抱他呢, 对此足以见得, 王楚清以后绝对是个妥妥的女儿怒, 随到看见王楚清看孙颖莎的眼神, 才发现原来国家队也可以这么好刻啊, 孙颖莎和王楚清是整个平旁球界, 唯一一队从未成年打到成年, 从青年赛打到成人赛的天选混双, 起初因王楚清是孙颖莎的诗歌, 两人刚开始打混双时, 剪球一直都是孙颖莎在剪, 而后来王楚清却走上了剪球不归路, 之前他做什么都不会等孙颖莎, 然而后来不但知道等孙颖莎, 还会主动给他拿毛巾什么的, 18岁时首次打比赛的孙颖莎和王楚清, 并不被人所看好, 但他们却离排万难的拿到了, 2018年第18届亚云会的混双冠军, 他们用成绩证明了自己, 而那也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拥抱, 命运的迟论也就此开始转动起来了, 在一生只有一次的勤奥会上, 王楚清用金牌圈住了神边的孙颖莎, 后来在决定去留的南洋比赛上, 因不想被拆对, 他们俩评了命也要赢得比赛, 只为了能够留住彼此, 21岁时在休斯顿混双夺冠, 小豆包孙颖莎说这是最美好的开始, 其实对于我们两个也是现在开始新的挑战, 所以我们俩在混双当中也付出了很多吧, 所以我觉得今美金牌我们是我们最美好的开始, 23年5月26日, 孙颖莎与王楚清未免是拼赛混双冠军, 24年7月30日, 孙颖莎与王楚清在巴黎药运会上, 多得了混双乒乓球冠军, 这一时刻深深出动了观众的心弦, 俗实不容易啊, 孙颖莎和王楚清经历七年的等待与奴隶, 终于为中国乒乓球队, 赢得了这块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, 王楚清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 最后又忍不住泪如雨下, 属实是苦尽甘来啊, 而孙颖莎则笑得格外开心, 毕竟憋了虚久的压力, 在此刻终于得以释放了, 从17年到23年, 从国平小将到世界冠军, 沙头是国平界扬起的青春风暴, 也是陪伴彼此长大的人, 那个她18岁拥金牌圈著的女孩, 现如今也还在身边, 正所谓同为00后, 不乏一支的人永远不会走散。